賣地成績離想 九龍塘和何文田一帶流價 水漲船高跟著上升 影響性對一些普遍現在放的業主 他們的價錢可能會提升放盤的價錢 幅度應該大概是由8至10%左右 九龍塘是傳統的豪宅區 除了環境清幽之外 區內名校臨立 就好似喇沙和拔萃 有不少的小康之家都希望 進駐成為九龍塘貴族 飛上之頭變鳳凰 那要升成為九龍塘區的業主 到底入場費要多少錢呢 而在九龍塘區比較便宜的單位 就好像碧麗國那樣 入場價至少都要400萬元 這個位於廣播到碧麗國的兩房單位 樓齡33年大約500呎 賣400萬 平均呎價大約8000元 如果跟銀行做到七成按揭 首期就要180萬 再加上離任律師費 合共就要10萬元 即是說 計上裝修費 入場費超過200萬 如果供款年期25年 月供就要差不多1萬元 地產經紀又表示 大多數有興趣入場 都是中產人士 剛好生了小朋友 希望幫他們入到名校 那如果住在這區 一個月的洗費又要多少錢呢 地產經紀說 以一個四人家庭為例 供樓加上小朋友學費生活費 家庭總收入大約要4萬元 才有資格住這一區 香港歡頻電視 記者 張淑慧報導